每日神话 未创世之前或刚创世之后 耶和华并没有计划 第一步做律法的工作 第二步做恩典的工作 第三步做征服的工作 并且先在磨压后代的 一部分人身上做 以此来征服权语 创世之后 他从来没说过这话 在磨压之后 他也没说这话 在罗德以前 更没说这话 工作都是随走随做的 整个六千年经营工作 就是这样发展下来的 并不是在创世以前 就列好了 人类发展简表这样的计划 神做工作 是直接发表他的琐事 而不是绞尽脑汁的计划 当然 有许多先知 也说过许多预言 但这并不能说 神做工 是一直在精密地打算着 说预言 也是根据现实的工作来说 他做工作 他做工作都是做最现实的工作 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来做工 也是随着事物的变化 来做他最现实的工作 他做工就是对症下药 是谁做谁看 随看随做 每步做工都能发表他足够的智慧 发表他足够的能力 都是按着他在本时代的工作 来显明他足够的智慧 来显明他足够的权柄 让那些凡是在本时代 被他收回的人 都能看见他的全部性情 他是按着每个时代 要做的工作 来供应人的所需 做他该做的工作 是按着撒旦败坏人的程度 来供应人的所需 就如起初耶和华造了亚当夏娃 是为了他们在地上能彰显神 能有神在受造之物中间的见证 但是夏娃经蛇引诱犯了罪 亚当也同样如此 他们都吃了园中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就这样 耶和华便在他们身上 有了另外的工作 看见他们赤身露体 便给他们用皮子编织衣服 来遮盖他们的身体 之后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 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从此以后 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让他们在园外 有了犹如今天地上的人类的生活 起初他造人类 并不是先计划 把人类造好之后 便让其惊蛇引诱 然后再咒诅人与蛇 他并没有这样计划 只是事物的发展 使他在他造的万物中 有了新的工作 自从耶和华在地上 亚当夏娃他们中间 做了这工作之后 人类又发展了几千年 以至于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这时 耶和华就又有了新的工作 因为他造的人类 经蛇引诱之后 罪恶太大了 随着这样的情况 耶和华在人中间 就选了挪亚一家 存留下来 做了洪水灭世的工作 一直到现在 人类一直这样发展着 败坏越来越深 人类发展到了最高峰 也是人类集数的时候 从起初到世界的末了 他做的工作的内幕 都是这样的 正如人各从其类这事 并不是起初就命定好了 各种各样的人都归哪一类 而是人类经过发展之后 才逐渐有了类别 最终 凡是不能被完全拯救的 都归起祖先 在人类中的工作 没有一样工作 是创世时就提早预备好的 而是事物的发展 使神在人类中 有了一步一步 更现实 更实际的工作 就如耶和华神造蛇 并不是为了引诱女人的 这不是他专门计划的 也不是他有意命定好的 可以说 这都是在预料之外的事 所以因着这事 耶和华把亚当夏娃 赶出伊甸园 并且发誓再不造人类 但神的智慧 就是在此基础上 才让人发现的 正如我以前说的 我的智慧 是建立在撒旦的诡计之上的 无论人类怎么败坏 蛇怎么引诱 耶和华仍然有他的智慧 所以他从创世到现在 一直做新的工作 没有一步重复工作 撒旦不断地施行轨迹 人类不断地经撒旦败坏 耶和华神也在不断地 做他智慧的工作 他从未失败过 从创世到现在 他并未停止他的工作 人类经撒旦败坏之后 他就不断地在人中间做工作 来打败那败坏人类的仇敌 这征战从起初到世界的末了 他做了如此多的工作 不仅让经撒旦败坏的人类 蒙了他极大的拯救 也看见了他的智慧 全能与他的权柄 到最终还要让人类 看见他的公义性情 乏恶赏善 他与撒旦征战到今天 从未失败过 因他是智慧的神 他的智慧又是建立在 撒旦的轨迹之上的 所以他不仅让天上的万物 都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 也让地上的万物 都栖息在他的脚凳之下 更让那侵扰全人类的恶者 都倒在他的刑罚之中 这一切的做工果效 都是因着他的智慧而做成的 在没有人类以前 他从未显明过他的智慧 因为天上地上 整个宇宙空间 并没有他的仇敌 万物中都没有 黑暗势力的侵袭 自从天使长背叛他之后 他便在地上造了人类 因着人类 他才开始正式 与撒旦及天使长 展开了长达几千年的征战 一步比一步激烈 哪一步都有他的 全能智慧之所在 此时天上地上的万物 才看见了神的智慧 看见了神的全能 更看见了神的实际 今天 他仍是这样实实际际地 做着他的工作 而且是一边做着工作 一边显明着他的智慧与全能 让你们看见这一步一步工作的内幕 让你们看见神的全能 到底如何解释 更让你们看见神的实际 到底如何解释 神的未经许 父亲察 何干太阻碍 相當是没有孩子 在天使